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 那么今天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 不知道大家有如何的感受呢 大家的感受就如大卫这样的悲痛呢 还是你的心中的感受是 哇,这个大卫的仇敌就被杀死了 那么今天我的主题就是 错误的选择在先 我再读一次 错误的选择在先 那么呢,有一句这样的话语说 一个正确的选择 往往是成功的开始 A correct decision that made It lead to success 然后呢,相反 就是一个错误的选择 往往是失败的开始 所以我们看到呢 亚撒龙的死 其实呢,这是他做错事情的绝迹 对不对 那么错误的选择呢 往往的带来呢 沉痛的结果 那这个就是一个永远不改变的道理 弟兄姐妹 今天你跟我 无论我们做些什么 我们的选择 包括我们跟我们家人的关系 我们所做的任何的决定 那么你都必须很重要去考量 是否将来他这个决定引导你走向一个更好的日子 还是走向一个失败的日子 那你就要好好思考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 每一次我们做决定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来祷告 祈求神来带领我们 因为唯有神最清楚 那他要怎么样安排我们 好,那我们继续来看 第一节到第五节呢 首先就讲到 大卫家的军队呢 士气高昂 正在备战 这是细世待发的那一种 好,我们来看 他第一节就说呢 大卫呢 数点跟随他的人 一开口就说 大卫数点跟随他的人 这是大卫要很清楚 知道有多少个人 有多少兵力在他的手上 然后他知道之后呢 他就立了领袖嘛 就立了千夫长 换句话说呢 既然立千夫长呢 就表示呢 至少有一万以上 他才立千夫长嘛 因为一万就是十千嘛 就是要立十个千夫长 然后还有百夫长 更不用说 所以有千夫长 有百夫长 换句话说呢 这个大卫的军队 就是士气高昂的 所以大卫呢 就打发军兵出战了 这里就已经讲了 军兵出战了 就是他已经 部署好 所以分成三队 一队是在耶亚手上 一队是 西卢亚的儿子 耶亚的兄弟 亚比帅 另外一队呢 这是加特人 以太 所以他 把这个军队呢 分成三个大将军 来带领 大卫就对军兵说 我必与你们一同出战 所以我们看到 大卫呢 已经是完全一倍好 虽然我觉得 大概大卫的年龄 也不小 但是他还是愿意的 与这些军兵 一起的出战 所以我们看到 大卫之前 虽然是在逃避 亚撒龙 为什么他现在 有那么多的军队 之前他逃避 为什么他不反攻呢 乃是因为 他不知道亚撒龙 当时的势力是如何的 而且事情 这样突然来 他也没有一倍打仗 如果他一倍 他就没有把握 对一个将军来说 一个有经验的将军来说呢 如果没有一倍 无论你有多少个军兵都好 你可能呢 就会呢 遇到失败的机会 的几率非常的高 所以然而 现在呢 他跟他的军队 都完全一倍好 就是叙事待发的那种心态 要一倍好反攻 所以他们全部 曾经以大卫出身入死的 精炼如熊式的 这个军队 他们都是那些 非常可以打仗的 因为他们都有 十张的精炼 所以第一节呢 马上我们就看到 大卫在 一倍他的军队了 而且是怎么样的 是井井有条的 组织起来 他们就是非常有组织的 所以 弟兄姐妹 这个是很明显是什么 是处在一个 备装的 备战的状态 就是备战了 Forever ready to attack 就是非常 一倍好 所以我们看到呢 大卫的 所以从这里 我们看到这一张 就是讲 要去打仗了 要去打仗了 要去warfare了 要去打仗了 一倍好 所以弟兄姐妹 这里也让我们学习到 虽然我们是神的儿女 但是不代表我们 要去做一些属灵的 事工的时候 就可以随便去做 我们还是要 深思熟虑 好好的祷告 寻求神 等候 神说 OK 可以了 你的身心灵 一倍好了 那你才去 我们去做属灵 争战 我们也不能够 没有一倍 猫猫然就去 所以我们每一天 都处在一个 如果每一天早晨 我们都有灵修 有祷告 有亲亲神 那么就等于 我们随时一倍好 所以躺那些弟兄姐妹 平时也没有好好 亲亲神的话呢 那你的心灵 就很难一倍好 对吗 好像一个军队一样 常常有随时一倍好 有要打仗 就没有问题 不需要再等待 马上就可以出发 所以现在的 大卫的军兵 都已经一倍好了 要出发了 好 那我们再看第三节说 军兵却说 你不可出战 若是我们淘宝敌人 必不介意 我们争亡一半 敌人也不介意 因为你一人强势 我们万人 你不如再 成你一倍帮助我们 王向他们说 你们以为怎么样好 我就怎么样行 这个呢 我们看到 大卫呢 真的是一个 好领袖 他也听从 他是彼此顺服 他没有说 我是王 你们全部听我 因为他很清楚知道 他可能年龄也比较大的 而且呢 他可能 这一次呢 是非常重要 因为敌人 亚沙隆 他的儿子呢 这是针对他而来 而不是为了他们的军兵 是针对他而来 所以他们也很清楚 只要呢 如果皇死呢 那些兵也没有力量 再去打了 因为 对象就是王 所以皇不可以死 大卫不可以死 于是呢 皇站在城门旁 军兵或摆 或牵 就爱吃 出去了 所以呢 皇就 吩咐了 这个业鸭 雅比帅 以太说 就告诉他们 三个大将军说 你们要传话了 你们要为我的言故 换代那少年人 亚沙隆 皇为亚沙隆 祖父 众将领的话 兵都听进去 不只是像将军说 而且每一个小兵 每一个 小兵 兵主呢 都听了进去 所以呢 从军队的首领 与大卫的兑换当中 我们不难看见呢 他们非常非常看重 以及爱大卫这个领袖 怎么说呢 大卫说 我要出去打仗 我要率领 他们说 不不不 皇 你不可以去 那可见这群人呢 非常爱领袖 非常爱他们的领袖 非常爱大卫 他们呢 这是 事实 把他们的命呢 就是真的是 奉献给大卫的 同时 他们也非常清楚 在战争的当中 如果一个首领 战死 整个军队 就会怎么样 即刻滑解 所以呢 他们将 他们这些将领们 就是又劝 又主 大卫 千万不要亲自出征 不怕一万 只怕万一 他战死的 就等于死了一万人 所以你看 这个形容就告诉我们说 大卫 重不重要吗 非常重要 大卫一个人死 好像死了一万人一样的 所以整个军队的士气呢 会因作大卫的死亡而受挫 就无法打仗 失败呢 就会迎面而来的 所以呢 这些就是这些军队 军将呢 他们所了解的一个事实 所以大卫一方面 要将这个僵尸们 分拥反攻 他一方面都很希望 他们能够反攻成功 那以他的部署的经验来说 他这样部署 以他的身为一个老将军的经验 他有很多实战的经验 他很相信 他的部署 他的计划 肯定会得胜凯旋而归 他非常有把握 但是他身为亚撒龙的父亲 敌方的头目 亚撒龙就是他性爱的儿子 所以这里呢 就肯定是有很多情感的 牵涉在里面 所以这里我们不难理解 我们可以理解 就是当时大卫的心境是怎么样的 弟兄姐妹 你认为大卫是很开心的吗 大卫一方面希望他的军队得胜 他也很清楚 得胜的机会 几率是非常的高 所以他也很清楚 打仗呢 很多时候 这些剑倒是没有眼镜的 就是他的儿子也可能会面对危险 所以他千吩咐万吩咐说 你们要宽待我的儿子亚撒龙 千万不要把他杀了 要刀下留人 刀下留情 不要杀死他 所以全部的僵尸们都有听进去吗 有啊 全部都听了进去 对吗 好我们继续来看 那第六节到十八节呢 就讲到亚撒龙家的军队就怎么样 兵败如山倒 兵败如山倒 第六节说 兵就出到田野营作以色列人 他们去哪里打仗呢 不是在困惑大地 他们去到田野打仗 然后呢 在哪里呢 哪里是战场 这里说以法连的苏林里交战 你看 这里特别形容是以法连的苏林 苏林 他不是在困惑大地 他是在苏林 打这些苏林战 不容易打的 不容易打 打乡战跟苏林战 不容易打 因为这些有很多躲避的地方 也有很多设下陷阱 早期在美国在攻打 这个 当时在攻打夜宫的时候 他们就进到苏林 美国的军队都非常强势的 但是呢 也很多时候也敌不过越南的军队 对不对 是因为他们用一些的战术嘛 所以呢 以色列人就怎么样 摆在大卫家的仆人的面前 大卫的仆人 所以圣经讲什么 那日真王的神多 死了多少人呢 两万人 因为在那里四面打仗 使以 注意这句话 使以苏林的比 使以刀剑的更多 这个就很奇怪 对不对 在苏林死的 怎么样会在苏林死呢 我们这里 不是很清楚 但是呢 这里确实说 真正用刀剑来 交战的不多 死的不多 大多数是死在苏林 OK 那我们就揣摩一下 大卫呢 大卫呢 的确是一个老经验的将领 从他开战前的这个 经队的摆证 我修改一下我这个文字 从他开战 我们看到什么 我们看到他的摆证 非常非常的重要 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么 当他这么摆证的时候呢 他就有打身杖的把握 他非常有把握 因为他知道他这么部署 所以果然 他的军队一出征 亚撒龙的军队就怎样 大 八批的阵亡 圣经讲呢 至少有两万人 弟兄姐妹 两万人是怎样的一个数目 你知道吗 两万人是很多人一下的 你可以想象一个教会 如果有两千人 已经很多了 他是两万人 是十倍 两万人很多时候 就像一个体育馆 有些体育馆才做一万人 两万人是相当大 可能一个中型的 一个露天的体育馆一样 就是两万人 像一个演唱会能这么多 所以这一次的打赢 很明显 我们看到的就是 大卫使用精心设计的战术 所以就引导 以色列人 扫罗家的 亚撒龙的军队 进入了以法连的树林 因为 亚撒龙的军队 不可能大多数的军兵 是死在刀剑下 反而 是死在 困在树林里面 所以 为什么这段经文这样讲 就表示说 大卫用一些的战术 或者引导他们去 或者设下陷阱 还是怎么样 他们自己掉下去 或者他们不熟悉 那个地方 有很多烂泥巴 他们有战车 所以战车去到那边 也攻击不了 为什么 因为大卫是一个老将军 他非常熟悉 以法连的地势 有山 有树林 所以敌人不容易攻击 所以 他们不是正面交战的 他们可能是困在树林里面 然后就给军兵 把他们杀掉 然后第九节 亚撒龙 富然 遇见大卫的仆人 亚撒龙 骑坐 罗子从大象树密之底下经过 他的头发就被树枝 就饶住了 就悬挂起来 所骑的罗子便离他而去 所以从这个画面给我们看到 他整个人就悬挂在树枝上 或许很多的军兵也是这样 因为他们要跑快 而且这些树可能很 怎么样 假之很低 也很容易被卡住 对呀 所以有人看见的 就赶快报告给亚亚 抱歉 那么呢 有人看见的就告诉亚亚说 我看见亚撒龙挂在枪树下 所以大卫的树林战术 有没有起的果效 发挥的果效 对亚撒龙就从大象树的密之底下经过 他头发就卡住了 整个身体就被悬挂在树枝上 一般上如果敌人追挂在树枝上 你会怎么做 你赶快拿刀或者拿剑 把它射死 或者把它砍死 对不对 这个是很自然的事情 但是呢 大卫家的这个军小兵看到了 不敢杀掉 为什么 因为之前他已经有听到 大卫吩咐了吗 不可以把他儿子杀掉吗 好 我们来看十一节 亚撒龙对报信的人说 你既看见 为什么不将他打死落在地上呢 你若打死他 我就赏你十颗色勒银子 一条带子 那人对 亚撒龙 我就是得你一千十颗了 你给我 不用给我十颗十颗 你给我一千 我都不敢 他说我也不敢 违背还命 我也不敢害黄的儿子 因为我们大家都已经听见了 也不是跟你讲 亚比帅以太说 你们要谨慎不可害那少年人 对吗 黄已经讲了 所以十三节说 我若妄为害了 他的性命 就是你 你一定会为我为敌吗 因为我已经违抗了王 而且呢 黄什么事情都瞒不过王的 叶鸭就说 我不能与你留恋 就是说我不能够跟你一起的 我不要再听你呢 说三道事的 我一定要把他 所以呢 叶鸭手中呢 就拿了短枪 趁叶撒龙还活着的时候 就刺透他的心 哇 然后呢 他身边的拿兵器的十个少年人 也把他围起来 他吃透他 他已经半死了 现在又拿 拿兵器就把他杀死 就是要百分之百的肯定呢 亚撒龙是死的 这样一个情形 OK 所以十六节就说了 所以我们看到呢 大卫之前有 不准他们杀死他的儿子 所以呢 这个小兵不敢轻易妄动 但是呢 大卫家的将领叶鸭 他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老将 他跟大卫出生入死 他也很清楚呢 亚撒龙的为人 所以他觉得 如果呢 把他留下来 可能就会后患无穷 所以呢 他就领头 违背大卫的命令 三只就杀死了 亚撒龙 所以过后呢 他就吹脚 就阻碍每一个人说 不用前进了 敌人死了 大家回去吧 就收对了 后来这十七到十九节就讲到他们怎么样 帐这个亚撒龙 好我们继续来看 第三就是十九到三十三节 所以当时的亚撒龙死了 这个沙都的儿子 亚西玛士 就赶快的跟这个 叶亚说 我要去报信给王 这个叶亚就对他说 你今天你绝对绝对不可以去 你要改天气 为什么 因为今天王的儿子死了 你去报信肯定他很不高兴 你不要去 那么但是因为叶亚看到了 这个亚撒马斯 好像一直都很想去 他也阻止不了他 所以他就叫了一个古诗人来 他说你去将你所看见的告诉王 为什么呢 因为亚西玛西 他是大卫的 跟大卫非常亲近的 所以亚撒马斯肯定不会讲骗话 对 他肯定会讲出大卫的儿子亚什么事 但是古诗人是一个外邦人吗 他只是报信 他有什么他讲什么 所以呢大卫也不会怪他 所以古诗人就在叶亚面前下拜就跑去了 沙都的儿子看到这个古诗人跑去 他又对叶亚说 无论如何我都要去 然后叶亚也知道也拦阻不了他 他说OK啦 好嘛那你就去吧 但是你去你要知道你这么去 你也不会得到任何奖赏 那你何必又去呢 那个他就说了 无论怎么样我也要跑去 亚亚说 那么你就去吧 所以亚斯马斯呢 就从平安跑一直跑一直跑 跑过了在古诗人的前头 好那我们就回来看一下 从打仗的角度来看呢 大卫的敌方的头目就是亚撒龙 对吗 亚撒龙他的这个敌方的头目死了 身为报信的仆人是不是要第一个时间肯定的 马上的把敌人头目的死性告诉大王 这个是很正常而且是对的程序 但是问题是呢 死的是他的儿子 所以报信 非常忠信的这个普勒亚西玛斯的一心 想将亚撒龙的死讯报告给大卫 好使大卫放心 他为人单纯 他不想 他没有想到 大卫听了是这个小信 大卫比较不高兴 因为他不清楚 业亚比较清楚 所以你去讲没有用的 因为大卫非常非常爱他的儿子 大家不难可以了解这件事情 那么业亚呢 因为他是一个老将军 他也很了解大卫他的组织 他不想亚撒马斯去报告这个不好的消息 而且这个消息没有办法给大卫带来开心 所以他本来就打算派了股市人去 所以大家从经文可见 这个亚撒马斯去讲的时候报告 因为虽然他跑在前头 他报告的时候 他回答是摩尼两可 大卫一直问 我的儿子怎么样 我的儿子怎么样 但是他没有直接回答 他有回答 但是他没有直接回答 他也是挺厉害一些 可以用一些技巧 我们来看下 大卫正坐在城屋里 守望的人在城屋里 守望的人在城门楼上顶 王平安就俯复在地说 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因为他已经将那几手功绩 我主我王的人交给王了 王就说 大家有没有看到 大卫王其实对他是不是打身杖 他没有兴趣 他想要知道的是他的儿子平不平安 亚西马斯回答说什么 你看大家听一下他的回答 他说 耶牙打发王的仆人 那时仆人听见忠明大声先华 却不知道是什么事 那很奇怪 你不知道什么事 你还来报告 为什么 是不是多止一几呢 那皇说 那你退去吧 你站在旁边就好 他就退去了 你看 他只是跑了这么辛苦 只是来跟他这样讲 其实我想 亚西马斯是有一些考量 他也很清楚 也要跟他说的 你这样去 王不高兴 但是他讲 我如何 我是一个报信人 我还是要完成我的工作 所以他就去了 接下来 这个古诗人又来 就说 有信息包给我主 我王 耶和华敬乐 像一切信息 攻击你的人 给你报仇了 那弟兄姐妹 你看 这个古诗人也是很厉害 他没有直接讲 他看起来好像直接讲 但是他没有点名 是指谁指 他只是讲 王的仇敌就死了 所以皇也没有问他 你们有没有打圣仗 情况怎么样 都没有 皇只是问 少年人 亚三郎 平安不平安 所以古诗人就回答说 耶和华主 我王的仇敌和一切 那些兴起要杀害你的人 都与那少年人一样 他也没有直接回答 他只说 要伤害你的人 就跟少年人一样 所以大卫也是很厉害的 他一听到这句话 他就知道 他的儿子死了 他不能怪 这些军兵 但是 他听到儿子死 他非常的伤心 他就伤动 就什么话都不讲 就上了城门 罗西哀库 一边走 一边说 所以弟兄姐妹 你可以了解 身为一个爸爸的心态 一个父亲的心情 他就说 我饿啊 亚三郎啊 我饿啊 亚三郎啊 我恨不得替你死 亚三郎啊 我饿啊 我饿啊 弟兄姐妹 有没有看到 这个结尾就是 大卫 有没有围着他打赢杖来 来 来选 来 来 来 欢呼呢 没有 他就是在那边说 我饿啊 我饿啊 亚三郎 可见 他身为父亲 身为 他所关心的 不是 这个战争 是否打赢 打胜 他所关心的是 他的儿子 有没有安全 所以反来报信的 只是说 打胜杖 大卫 就对这些事情都没兴趣 但是一 他一听到死讯之后 他非常非常伤心不已 所以此时 战争的胜利 对大卫来讲 似乎已经不太重要 他所关心的是 他自己的儿子 有没有活着 还是死去 但是听了这些 报信的人的回答 他心中已经明白 知道他的儿子死了 好 那么这一章的结论 到底要讲什么 大卫 为什么此时的伤痛 超过了 父亲死的儿子的伤痛 他知道他儿子是敌人 他儿子死 他倒可以伤心 这个是 可以明白 但是他的伤心 圣经形容是 伤 爱动的动 伤动 这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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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伤心的那一种 为什么 亚瑟隆是他的儿子 不但是他的儿子以外 我们知道亚瑟隆 死不是病死 是被杀死的 而且是死在 叛乱的当中 而且大卫 一看到他儿子死 他非常难过的原因是因为他很清楚知道 本来这个悲剧 是可以受到阻止的 只是因为大卫过去犯了罪 以至他的家就借连借连刀剑不离开他的家 所以他想来想去他都知道说 他的儿子的死其实跟他是有关系 如果之前他没有犯罪 没有跟八十八在一起 这些罪所带来的后果跟结果 所以这些罪的结果就不会发生 因为我们犯罪 弟兄姐妹 即使我们犯了罪 求神赦免 神肯定会赦免 但是罪所带来的那个后果 就好像你用很恶毒的话骂人 你去第一啊 你下第一啊 你是魔鬼啊 各方面 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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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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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然后过后过了两个小时 你跑去跟那个人讲 弟兄啊 对不起 求你原谅我 姐妹啊 对不起 求你原谅我 弟兄姊妹 虽然 对方可以原谅你 但是你已经给他造成的伤害 已经弥补不了 就好像我们拿了一桶米 或者是一桶水 我们跑啊跑啊 这些水呢已经掉在地上 这些米掉在地上 这些水破在地上 你后悔了 这些水你可以拿回来吗 这些米你可以一律一律把它撕回来吗 撕不了的 你可以后悔 你可以讲对不起 sorry 道歉 dozen apology a million apology is no more use is because those things has make an impact to others has influence to them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要很清楚 我们所讲的话 我们所做的事情 有些东西 当我们一犯错之后 当然上帝会原谅 但是问题是 最有它的后果跟结局 是我们真的要 非常非常小心的 所以以致大卫就带了这样一个影响到他的家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你让我们学习到 有些东西 其实呢 我们是不能够去犯的 一旦我们犯了 即使我们祈求你原谅 你也 你也很怜悯 你会原谅我们 但是这个罪所带来的结果 是不堪设想的 可以带给我们 直指顺素的影响 甚至 有时候 可能也伤害到他们的命 所以主帮助我们 无论做些什么事情 我们身为基督徒 我们都要好好祷告 好好做决定 我向你献上感恩 奉耶稣基督的生命来祷告 Amen